一面清约 还要一面重新筑笛 第一笔工程款的费用 这钱还不知道从哪儿来呢 既然来了 肯定是有主意了 心里揣着明白了 也是啊 在阿摩面前 我干嘛要藏着掖着呢 告诉你又怎么样 拆迁势在必行 这件事情都办吧 还谈什么之后 你要是受不了 你可以离开黄河 你接着考举局 皇上应再派一名钦差 下去多办此事 你是准备得罪哪个呀 我哪个也得罪不起呀 请所向提点 臣抖打 向皇上清楚 替皇上下去看看 若是徐千学奉旨办事 臣便悄悄回来 若是他敢办事不公 所向都说什么了 他就说了一个字 托 中天娱乐台 每周六日下午一点到三点 天下常和